美国的公债市场再度走跌 5年期还有10年期的殖利率 都刷新了今年的新高 市场还预期联准会 可能会再度激进的升息 让美股大跌近700点 详细的资讯就要请 国际组的记者彭慧云来告诉我们 好 没有错 事实上周二的美股 是美国股市这个礼拜的 第一个交易日 因为前一天是因为 当地的国定假日休市的 但没有想到一恢复交易 就是呈现一个大跌的局面 那么在收盘的时候 看到美股道琼是收错将近700点 那么三大指数都全部都是收黑的 那当然台股在美股的ADR 其实表现也不好 包含了台积电跟日月光都是下跌的 台积电的跌幅有将近3%左右 那当然也连带的让台股 今天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好 但是我们先来看到 造成美股大跌的原因 有哪几个呢 包含了受上市在美国债市的表现不好 五年期跟十年期的公债值利率 都刷新今年的高点 不过这个也通常被解读为 就是说可能不利于科技股 还有长期股市的表现 因此投资人的氛围是比较悲观的 那尤其现在呢 市场又预期 接下来联准会可能是激进的升息 包含在3月5月6月 都有可能各升息一马 那么在期货市场里面呢 还有一个关注联准会动向的指标 甚至是认为说 3月会升息两马的几率 是来到了两成以上 那就在这样子的氛围之下呢 还有美国的一个最新经济数据出炉 这个是美国2月的制造业 及服务业的采购经理额指数 PMI 这个数据呢 是回升到了50.2 通常来说 如果回升到50以上 其实是乐观的 但是现在市场对于这个数据 是进行负面的解读 就认为说是不是代表景气的回温 可能会加速通膨 那么也会促使 联准会又要加快升息的脚步 因此呢 可以看到市场担忧 再度看到积极升息的这个状况之下 那么全数是走跌的 金融市场的反应不太好 那么台股呢 今天刚刚才看到的是说 下跌将近200点 那么台积电等大型全职股 都是领跌 也是一个股汇双杀的局面 主播 再来要关心 我又站起了 周五24号就是乌尔开战满周年 而美国总统拜登 是在波兰发表重大演说 中国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则要访问俄罗斯 双方的言论和动作要如何解读 继续请教会议 好 事实上 这几天都看到美国跟俄罗斯 还有中国大陆三方的动作平平 那么昨天的一个重头戏呢 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普钦发表了 战后首次的国情资温演说 那么普钦一讲就两个多小时 而且从头到尾都在骂西方 甚至话说从头说 2014年开始呢 西方就已经在计划 要让乌克兰政权为他们服务 也就是说现在会导致俄乌冲突 一切都是欧美国家的错 那么拜登呢 则是在密仿基辅之后 他回到了波兰 那回到波兰之后 在这边发表了一个演说 其实最主要呢 拜登的说法呢 其实和他在乌克兰发表的演说 有点类似 意思是说欧美一定要团结 那么普钦赌的就是大家不团结 他还说俄罗斯最后是绝对不会取得胜利的 那么整个场面呢也算是很盛大 来听一下拜登的说法 好那事实上 在乌克兰拜登的这番演说呢 其实主要就是痛批说 普钦想要重回独裁者的大梦 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也讲说现在很重要的是 看到乌克兰基辅 依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权 但是同一方面呢 我们不能够忽视的就是 中国大陆现在在俄罗斯的行动 这中国大陆是派出了 他们的最高层级的外交官 也就是王毅来到了俄罗斯 那么他来拜会的是国安会的秘书长 不过此行的之前呢 就有学者分析说 王毅来到这边的目的 是不是来试探俄罗斯当局 有没有可能愿意 和乌克兰来上谈判桌呢 是不是有可能由中国大陆来促成 来从中调停这一场俄乌危机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王毅他在会面 俄罗斯的国安会秘书长的时候 也发表了相关的言论 先来听一下 成熟稳定 坚如盘石 坚守住了国际风云变换的各种考验 中方愿意同俄方一道 按照两国元首的战略部署 坚定的捍卫 各自的国家力和民族尊严 持续的推进各领域的活力合作 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霸凌行进 我们共同 并且和其他 那么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 好在王毅的言论当中 其实很明显的 就是来针对美国 那么其实中国大陆 在过去这一年 对于俄罗斯的表面上的距离 是保持着一个不冷不乐的互动 但是在台面下其实可以看到 双方可能互动还是相当紧密的 包含在开战之前 普京有到北京参加冬奥的开幕式 当时他和习近平的会面说的是 中俄的合作关系发展是没有上线的 那么接下来开战之后 普京跟习近平9月有在乌斯别克的时候 会面12月的时候还进行了视讯峰会 当时普京就邀请习近平 在今年春天的时候要到访俄罗斯 那么会不会这次王毅到俄罗斯 也是要为了接下来的普习会来铺路呢 这个也是后续值得关注的发展 谢谢惠云的分析 接下来就要看在乌尔之战中 中国大陆所担任的角色了 另外同样来关心 刚刚惠云有提到说 普京是发表了国情咨文 他除了指控西方国家开启这次战争 也宣布要退出于美国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准备要重启核武测试了 普京表示乌克兰人民是被吉普当局 还有西方绑架 他誓言这场仗要继续打下去 将近一年前 普京在电视上昭告天下 要攻打乌克兰 如今一年过去 他总算在战后首次发表 国情咨文演说 这次除了邀请政要出席 还有老兵现身听讲 不过讲起战争 普京再把错怪给西方 一边指责北约东扩 一边批评西方大撒币军援 才导致战争恶化 言说中普七没有提到实际阵亡人数 但特别感谢在战争中牺牲的士兵 之后他也请全场起立默哀 并承诺会照顾好阵亡士兵家属 只是前一天俄罗斯人才目睹 拜登造访乌克兰 心中感觉五味杂陈 俄军士气低落 现在甚至连瓦格纳创办人 普里格金都气愤难平 抱怨俄军高层 故意不给弹药 只是这些抱怨内容 从天在美国退降而里都是在推卸责任 俄罗斯义男怕当兵去年真兵令印出就有民众大举出逃 过去一年还有越来越多俄罗斯人 席家带卷逃到美国 根据统计2022年8月入境美国的俄籍人士只有1600人左右 但今年1月却飙高到4500人增加三倍之多 幸好他们最后成功获得庇护入境 其实战争下做什么都危险 向拜登周一访问乌赫兰就在基辅听见空袭警报 媒体事前也不知道拜登要来 只感觉危安异常紧绷 为了掩人耳目 拜登选在周日凌晨摸黑出发 甚至不搭空军一号改搭成C32专机出发 之后专机飞往都过停留加油 拜登没有下飞机 过没多久很快又飞往波澜 拜登就是从这里改搭火车 经过大约10小时的车程 拜登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抵达基辅 当时我们带领主席进入战争 我们再次再次看到 我们的信仰的伙伴们 是美国的兵器材费 我们的直接相伴 我们在这时候没有 拜登所搭乘的火车曝光 里头窗帘全部拉下 由于这次访屋型风险较高 美方精简随行人员 但仍有军事幕僚 携带合族球包 另外这趟访问也只允许两位记者随行 路途中还没收手机避免行踪外泄 美国现在开始担心 大陆可能要军援俄罗斯 对此大陆又四两拨千斤 要美国别管闲事 中俄越走越近 大陆外交政策最高官员王毅 访问完匈牙利后又造访俄罗斯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表示 普京不排除亲自接见王毅 续月新闻综合报道 接着上线的是 丹江战严所的副教授李大中 教授好 主播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刚刚我们谈到美俄两国元首 拜登和普京是前后发表演说 都说要站到对方退兵为止 就要请问教授了 普京借由国情咨文发出核战警告 也说要做核武测试 这是不是代表普京准备要背水一战了呢 对 我们可以从普京的国情咨文里面 看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他强调发动战争的一个正当性 批评乌克兰是就由自取 这个是乌克兰是挑起战争的一方 这当然是普京版本的一个回应 第二个是他也在鼓舞俄罗斯的民心士气 强调在战场上 俄罗斯的军队还是掌控优势 第三我觉得非常关键 就是他向美国跟西方示威 就是说过去年以来 你们的外交鼓励 对我们的经济制裁是失效的 你看俄罗斯还是屹立不摇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他普京再一次的宣布说 要恢复所谓的核子事报 等于再一次进行所谓的这种核战的警告 这一次是不是狼来了 我觉得还是有待我们的观察 再看拜登的一个动作 他访问基辅 再加上他在华沙的演说 所以很明显可以看起来 在政治上 拜登是把他跟泽文斯基 跟乌克兰的命运是紧密的捆绑在一起 对乌克兰也展现说 力挺到底的一个决心 拜登也再一次的谴责普听 说你犯下所谓的战争罪跟违反人类罪 所以拜登把这场战争拉高到 有点是专制和民主集团的一个斗争 所以很有当年美苏冷战对决对抗的味道 最后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拜登的一个演说 还有普听的国情资文摆在一起来看 很清楚 目前看起来是俄乌战争是没有停止的迹象 大约就是打到底 站到底 再加上俄乌双方之前对于和谈的一个立场 是南云北侧 基本上没有共同的交集 因为普听不可能把并吞的领土再丢出来 那泽文斯基也一直在讲说 这个领土是寸土无浪 所以短期之内战争结束 我觉得是在今年可能也是不太乐观的 另一方面大陆官方是发表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强调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对于国际间忧虑中俄会结盟 大陆的外交部长秦刚强调 中国绝不称霸 也要各国不要再讲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这种话 就要请问教授了 你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会军援俄罗斯吗 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对我们可以看到战争达到现在已经快一年 基本上美国对北京的施压是不断的 它的底线就是说 你不可以军援所谓的俄罗斯 到目前为止 的确我们并没有很明确的证据 可以显示说 北京对俄罗斯提供所谓的军事装备 物资 武器弹药等等等等 我觉得未来的几率可能也不是那么高 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西方跟美国 就把相关的证据 堪在阳光下 端在台面上 华府的发言我觉得警告性质比较高 但这也显示说 目前中国大陆对俄罗斯的支持 并不是所谓的上不封顶 而是有北京后面很复杂的一个 考量跟所谓的底线 第二点就是中俄关系的紧密 它不是一天两天 而是冷战结束以来 它不断发展的趋势 已经有几十年 因为对中俄来讲 他们认为说后面最大的合作动力 就是共同要面对到 美国所施展的战略压力 所以说王毅在这一次慕尼黑峰会里面的一个演说 他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他不点名的批判 批判美国因为自己的私利 破坏去年的俄乌和谈的进程 第二点就是重申北京的立场 基本上是劝和促谈 而且反对使用核武 反对使用生化武器 而且说要尊重各国的领土独立 跟主权的完整 第三个也很重要 他预告习近平会在战争的一周年 但是在24号也会发表 所谓重要的演说 这里面可以释出北京的一个 对于俄乌和谈的一个 政治解决方案的一些意见 我觉得这后面主要的一个动机 一个目的还是要彰显 北京希望能够彰显说 在这个议题上 北京的一个主导权 跟更大的一个发言的空间 意思是说 当各国还是很少在谈和谈了 到目前 北京希望能够在和谈促和上面 在提出政治解决方案方面 能够更大的一个角色的扮演 我觉得这是后面 北京的一个主要的战略考量 谢谢教授 接下来就要看 中共大陆在和谈方面 能不能顺利的解决 现在的无二之战了 谢谢 稍后回来要关心 新北树林一名男子 为了2万元持枪恐吓车行老板 另外刚落幕的台湾灯会 现场有祈福卡 现在是发现 有一次小学生写下了诅咒 这一年线会 他们都会给了一年线会 进入了讨论 是老板的 不再来一年线会 并非直接给了一年线会 优优独播剧场 也不该是 那种不再来一年线会